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圆满地成就了无我的智慧 无分裂的境界 这是内所证 就是你内心里面的无我的智慧 所证悟的境界 不能用有所得的 希望分别心去分别这个境界的 所以叫做无系论界 这是明剑刺 下面第二颗明取入 分两颗 第一颗是善修制 分四颗 第一颗是标烈厌患 由此诸正法者 于无系论涅槃界中 心要安住 要欲证得 又此 又这位佛教徒 他善修习世间清净 对于世间的无欲 身见过患的这个人 身见过患 这个人是佛教徒 他有处理心 想要得涅槃有这样的意愿的人 所以叫助正法者 就是他在佛法里面 有深厚的信心 所以叫助正法者 于无系论涅槃界中 心要安住 这个人呢 对于无系论的涅槃界 心要安住 他欢喜在那里安住不动 他有这个欢喜心 要欲证得 他内心里面想要成就这件事 有这样的怨 就像我们饿了想要吃饭 就是他有积极地想要成就的心情 不像我们呢 心里面很自在 不吃饭也可以 和我们的心情不同 由去沙门我正上利固 他想要正德 但是他也并没有正德 怎么知道呢 又缺少沙门国正的正上利 他没有得出国 也没有得二国 三国 四国 他没有那个无恶的智慧 没有那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还是不行 还是不能助 所以他欢喜到涅槃那里去 但是还没能到 余己砸眼相应 心生厌患 余己砸眼 对于在自己这方面 反省自己的时候 砸眼相应 就是这个细论的这些事情 和自己是相应的 是契合的 那不但是 不但是 这无欲的境界也是扎眼的 现在也是包括舍迭四禅 他与自己相应 心生厌患 他对于这件事不欢喜 是 与己 清净 不相应 心生厌患 对于在自己这方面说 这个佛法的界定 无漏的界定慧 这个涅槃是清净的 不眨眼的 但是和我不相应 因为我这个无恶的智慧 没成就 就是和这个无漏的 清净的涅槃 不能契合 这件事心里也不欢喜 心生厌患 这是第二个厌患 第一个是 砸眼相应 心生厌患 第二个是 清净不相应 心生厌患 这是两个了 余己砸眼相应过患 心生厌患 这是第三个 这个余己砸眼相应 砸眼相应 还有过患 砸眼相应的时候 比如说是 他这个人 成就了舍戒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他在这里住 这叫砸眼相应 现在安住很和平 他安住在舍戒是安乐 心情很快乐 但是过患就是有后遗症 就是将来有过患 就是这个意思 将来有什么过患呢 世间上的人不是佛教徒 世间上的人 他能放下世间上的五欲 他能够到深山里面修行 也能得到舍戒失禅 舍戒失禅 因为这个人不是佛教徒 没有听闻佛法 那他就 他就因为这里就是好的地方了 那么他在这里死 就在这里住 在这里住 应该寿命也很长 得了禅定的人 他的寿命会比我们一般人长一点 但是终究是要死的 死了以后呢 他就升到舍戒天 升到顶天 得到四禅 得到第四禅 会升到舍戒顶天去 在那里的寿命 是一万六千大节 在那里寿命很长 很长呢 他不是佛教徒 他也就是安乐住 别的不想 也未必有人告诉他 还有佛法 他也可能不相信 天上的人也和人也差不多 有人相信佛法 有人不相信 有人和他说佛法有真理 他也可能会相信 但是也不相信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有什么后遗症呢 他就 寿命到了就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 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也可能来到寓节天 也可能跑到寓节来 也可能直接到山河道去 这就是后遗症 虽然成就了舍戒四禅 在那里最高 一万六千大节的 那么长的寿命安乐住 但是将来还会 还会到地狱去的 这就是后遗症 那么这地方是说 鱼疾砸眼相应的过患 心生言喚 心理不患 他就看到这一点 因为这位是佛教徒 他得到舍戒四禅以后 他知道舍戒四禅也不是安乐住 所以知道这件事 心生言喚 这是第三个言喚 与己清净不相应过患 心生言喚 这是第四个 在自己这方面 他对佛法中的无漏的界定会 他还没成就 你无漏的界定会没成就 你也有过患 也还有后遗症的 心生言喚 他心里也不高兴 他心里也不高兴 下文有解释 于己清净 在自己这方面来看 我要学习无漏的界定会 清净法 见难成半 很不容易做这件事 很难 心生言喚 自己做过来这件事 心里也厌喚 不高兴这件事 这一共有五个厌喚 这五个厌喚 就是 已经成就舍戒四禅的佛教徒 他有五个厌喚 我们舍戒四禅没成就 四禅 三禅 二禅 初禅 也没成就 那个 那个 渭道地定也没成就 那玉吉定的九星珠也没成就 我们心里面很安乐 安乐珠 一个厌喚也没有 这五个厌喚 我一个也没有 那这是 这个米蕾不是在这里 特别地说这么多的厌喚 这是第一颗 这是第一颗 标列厌喚 下面 第二颗 别词其像 一样一样地解释厌喚的相貌 分五颗 第一颗是眨眼相应的事情 分三颗 第一颗标 词中略有三种眨眼相应 这个 这个 头一个说是眨眼相应 眨眼相应 眨眼相应 这个眨眼相应 这句话 有三种眨眼相应 一 未调未顺而始 眨眼相应 这个调啊 就是 修削四年柱 修削三十七道品 就是调 调服我们的贪嗔词 调服我们的俄所 调服 顺呢 调服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身口意 我们的心 我们的思想 顺于第一地 顺于真如的道理 就是顺 未调未顺 我们不学习圣道 我们不做这个事 就是不调 不调不用圣道 来调服我们的心 那我们的心 就不能顺于第一地 那我们顺于就顺 一天天就在 在欲上虚妄分别 眨眼相应 这就是未调未顺而死 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生存的时候 没有调也就没有顺 所以死的时候也就是不调不顺的死掉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只有 就是靠祝念 别来念佛 阿弥陀佛 送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了 但是也想一想啊 你凭生存的时候 你也不念阿弥陀佛 你心里面一直在那个地方 我能没有占到便宜 不行啊 老得想这个事啊 你无法临终的时候 祝念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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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因为你自己啊 你自己啊 老生存的时候 和死亡的时候 有等流性 有等流性啊 死亡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子 就和你生存的时候相顺 生存的时候老想要拿钞票 发财 死亡的时候还是想这个事 想这个时候就苦恼 这时候开始不能再拿 再做这个事来嘛 还苦恼 别人来念佛的时候 他先烦恼 祝念是这样子 你不要说是 我不用修行 我临死的时候有人 我成了一个祝念团 到时候来祝念 无效 祝不来 不要说临死啊 你在生存的时候啊 你常不发这个道心啊 你就来念佛 你都念佛都念不来啊 你不妨试一试啊 要临死的时候加上病痛 心里更是烦躁啊 祝念是无效的 祝念只是平常很有道心 有一点放下 然后啊 修小戒令会 或者是念佛 这时候临终的时候 有一念佛可能相应 可能是顺的 所以说未调未顺而死 就生存的时候不调顺 死的时候也是不调顺 就这样死掉了 这就叫做眨眼相应 看这批询记 未调未顺而死 眨眼相应者 一地中说 这是欲邪实的论呢 第二的 第二地 一地中说 不清静 不懈脱死者 明不善调死 在那上说 不清静 不清静 就是心里面老是有贪嗔词 那就是不清静 不懈脱 就是心被贪嗔词的烦恼所细包 为这个欲所细包 就是不懈脱 你生存的时候不清静 不懈脱 死亡的时候也是不清静 不懈脱 但是这时候非死不合 这样死 这叫做不善调死 灵本一卷十五页 这个文字在这个地方 词说生扎言相应当真 这地中说 未调未顺而死 就是生扎言 生扎言 就是生存的时候 老是贪嗔词 就是扎言 就是这样意思 时已当多烦恼大坑 当扎言相应 这是说 这是第二个扎言 说是 未调未顺而死 死了以后又怎么的 你当多烦恼大坑 你不会到阿弥陀佛国去啊 你还是到这烦恼大坑里面去 这又是个扎言 看这个批语记 时已当多烦恼大坑当烦 烦恼大坑 未及无名 烦恼大坑就是无名 就是 我就讲过 就是 无名这个名就是智慧 就是般若 没有般若 就是没有智慧 就是我们 我虽然没有 没有生出贪心 也没有生出了称心 也没有生出高脉心 疑惑心 这些都没有 但是你还是在无名里面 就是有所执着 看见所有的境界 都因为是真实的 你不能知道它是毕竟空气的 如幻如画的 这个经上有说有四句话 非不见真如 而能了诸行 皆如幻世等 谁有而非真 要知道如幻如画呀 怎么会知道如幻如画 你要见到真如 见到一切法 毕竟空的时候 你要没有见到真如 非不见真如 而能了诸行 就是你没有见到真如里的时候 而能了 而能够明了一切诸行 这是一切法 皆如幻世等 它们都是如幻如画的事情 你没有见真如 你不会了达 不会明白 这都是如幻如画的 谁有而非真 谁也是有 但是不真实 你不会明白这件事 要明白这件事 要见到真如才可以 先见到真如 而后才能知道 一切法如幻如画 它是这样的意思 最低无明 翻诞大诞就是无明 无明 什么叫无明 就是不知道一切法 是毕竟空是如幻如画 那就叫做无明 是普于一切眨眼能做因缘 这个无明啊 有什么事情呢 它有什么作用呢 普于一切普遍的 在一切眨眼的事情上 能做因缘 能做一切眨眼的因缘 你这一切贪真实的眼无的事情 都是由无明来的 扎眼眼看 根本一处 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是一切烦恼的一致处 就靠这个无明 才有一切的烦恼 词说呀 烦恼扎眼相应 这个是前面 未调未顺而始 是说胜扎眼 这一句话 你是说烦恼是扎眼的 第三 有比烦恼自在利固 现行种种恶不善业 往有不出扎眼相应 这是第三个扎眼 有比烦恼自在利固 我们 我们没有修校圣道的人 我们的烦恼自在 我贪心出来了 但这实在是有福德的人 就是这样 我贪心来了 贪心可以自在地活动 没有障碍 我成心来了 也可以自在地活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读学习佛法 会员间 我们有一 想要持戒 我学习戒的时候 这是持戒 这是犯戒 我想要持戒 这一件事情不自在 因为你原来的贪心 成心的威胁它 不可以持戒 所以不自在 你要是烦恼来了 自在 你那个道心 没有力量去威胁你的烦恼 所以烦恼自在利固 烦恼想要做什么 就这么做 现行种种恶不善业 这个烦恼的自在 干什么自在 就是做恶事 现行种种恶不善业 显现出来 这不只是内心里活动 显现出来行动 各式各样的罪过的事情 不合法的事情 都可以做 一做的时候就做成了 是网友不出 你做这件事 将来会怎么样呢 就到恐怖的地方去了 你做 你做恶事 将来就到恐怖的地方去 不是暗恼的地方 这就叫做 眨眼相应 看这个批询记 有笔烦恼自在利固等着 当多恶曲啊 生奈乐家 世民广有不出 到有不恐怖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到恶曲的地方去 就是恶曲啊 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的世界 那是恐怖的地方 有很多的苦恼啊 生奈乐家 奈乐家是地狱 地狱是最苦的地方 所以是最恐怖的地方 世民网友不出 词说夜眨眼相应 当时 这一段文是说夜眨眼 就是造罪 造一个 不是说善业 词中略有三种眨眼相应 就是这三种 一个生眨眼 烦恼眨眼 夜眨眼 这三种 笔观疾身 缺三门果正 有笔缺固 与三种眨眼相应 这是第三颗是解识 第一颗是标 第二颗是列 标出数目来 三种眨眼 第二颗列出来 三种眨眼 这下面解释出个理由来 解释出理由是什么理由呢 笔观疾身 缺三门果正 那个得舍戒四山的人 他观察我自己的舍受相应时 缺三门果正 还没成就 四国阿罗汉 三国二国出国的五国的智慧 有笔缺固 由于你没有圣人的智慧 与三种眨眼相应 所以这三种眨眼都 都还是有这种可能的 如是观疑心生厌患 他在禅定里边 这样观察了以后 他心里面很不欢喜 很不欢喜这件事 所以叫做眨眼相应心生厌患 这是第一个眼患 当之清静不相应 亦有三种 这下面是第二颗 清静不相应 分三个第一个标 当之到清静的不相应 也有三种事情 这是标下面列出来 一 诸烦恼断 究竟涅槃 明无不诸 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说 诸烦恼断 究竟涅槃 叫者无不处 看这批询记 诸烦恼断 究竟涅槃 明无不处者 有勋有失地说 有不畏者畏惧 当生苦 所以处故 诸烦恼断 究竟涅槃 就是见烦恼 和爱烦恼 这两种烦恼断 这两种烦恼断了 就可以究竟地入屋于涅槃 这个地方是没有恐怖的 是个安乐处 有勋有失地 那段文上说 有不畏者畏惧当生苦所欲出 就是害怕将来到苦恼的地方去 所以叫做恐怖 这零本五卷三叶 凡此应知涅槃明无不处 从这件事相反地说 涅槃就是没有恐怖了 这是第一段 下面第二 能证此为依增上心血 善心 这个涅槃 究竟涅槃是没有误会的 我们怎么能到涅槃那里去呢 能证词 就是能到涅槃那里去啊 你第一件事 为依增上心血 你要随身佛陀的教诲 修禅定的方法 你要这样学习 这个学习成功了 善心三叛地 那心里明镜而入啊 那是这个定 等词的境界 这个定 能帮助你到涅槃那里去 这是一样啊 善能证此为依增上会晓 能证此涅槃的还有一个力量 就是增上会晓 就是有强大的力量的智慧 就是无恶的智慧 那么这样说呢 那么这样说呢 能证此涅槃的就是正善会要有这个力量 正见所说 所说 未妙圣道 这个正善会是什么呢 就是正见所说 就是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 属于这一类的微妙圣道 就是戒定会了 八正道是八个法 合起来就是戒定会 是属于都是属于正见的 所谓正见 那个正见呢 就是就是无恶的智慧 但是入在禅定里面的时候 做如是观以后 而是无分别境界 所以正见所说 微妙圣道 是非常好的成圣之道 是圣人的境界 这个道这个字 但通达无碍的意思 你要是这个智慧现前的时候 这有的话不能障碍的 所以就是道 闭关极深 与此三种清净不相因故 是那个圣者 那个德涅槃的那位禅师 他观察自己的程度 与此三种清净不相因故 就是因涅槃不相因 征上的征上学 散心三么地 那是无漏的境界 或者征上会晓 正见所说 微妙圣道 这也是无漏的境界 他这位禅师 在禅定里面观察己身 与此三种无漏清净 这个圣人的境界 不相因 心生也患 他心里面感觉不欢喜 这是解释 下面第三颗 闸眼相因过患 三颗 第一颗是标 当之闸眼相因过患 已有三种 三种是什么呢 第二颗是列出来 以老病死苦根本之生 看这平行计 老病死苦根本之生 就是这个生 是老病死的根本 就是老病死的生 由生为先 先生而后 才有老病死苦的差别可得的 是故生为老病死苦的根本 一是重苦之所依故 要生以后 才有很多的苦 你要不生就没这些事 我在经论上看见一个 一个算是故事吧 就是有一个人有个朋友 但是他延长起来 他本人有三个院家 他要躲避这个院家的伤害 他就隐藏起来 所以看不见他 但是他这个朋友呢 就是想念他嘛 就叫他出来 他就听他好朋友的话 他就出来了 出来了 你这三个院家 就是来搞这个院家 把这个人搞他 叫他老 叫他病 叫他死 就完了 这样说 这个人呢 一个生 他的好朋友是谁呢 就是生老病死的生 把这个人生出来以后呢 然后有老病死的三个院家 就把他搞死了 要是他的好朋友 不要他生 就没有死 这老病死没有办法苦恼他 这上面也正是这个意思 二自信苦生无瑕处 这是 这是有三个苦 第一个是生 第二个是自信苦生无瑕处 看这批心基地解释 自信苦生无瑕处者 未未诸行出众之所随 自信苦生无瑕这句话怎么讲呢 未未诸行出众所随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 为诸行的种子 出众是种子所随 这个诸行的种子 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这个心呢 来到人间 他也随着你 你到天上去 到三个道去 他都随着你不舍 同你在一起 不相离 所以叫做随 这就叫做自信苦 他的体性是苦的 叫自信苦 生于边果 即大虚灭力车中 世众贤良 政治善事 不枉忧舍 世民无瑕处 这个生无瑕处啊 吃个苦 生于边果 生到什么地方 叫无瑕处呢 生于边果 就是不是有文化的地方 边边的地方 生于边果 生到要够会 下贱种类的地方去 世众贤良 政治善事啊 就是我们佛教徒啊 毕丘毕业 余不赛 佛教徒都是贤良 都是政治 政治是圣人 他就是善事 不往 有时候不到这个地方去的 师名叫做无瑕处 一有三种 一有三种 一 老病是苦 根本之生 二 自幸苦 生无瑕处 三 一切处 生无常性 老病是苦 根本之生 昨天学习过 第二 自幸苦 生无瑕处 自幸苦 生无瑕处 者 畏畏 诸行 出众 所随 明自幸苦 自幸苦 生无瑕处者 诸行 明自幸苦 协西 Lun ba 有三种 是 这个 cubed 这种 诸行 一切 有为法 都明知为行 所以是很多的行 但是 主 vrij 主要就是心行,我這話也說過,心它能活動,一切有違法的動都是由心創造的,所以都算是行。 行的初衷就是它的因,它的種子,這個初衷的種子是眼無種子說,這個清淨的種子,清淨善法的種子,叫種子而不叫初衷。 初衷這個字,就是有一點令人苦惱的意思。 要是善法的種子,它不是令人苦惱的,所以不名為初衷。 初衷,就是這些惡法的種子,一直的隨著我們的心形,在心裡面。 所以叫做明自幸苦,它本身就是苦。 另外,其他的事情引起你的苦惱,那是其他的因緣引起你苦惱。 比如說,我們有愛,有恨,有愛,有恨,引起你的苦惱。 現在我心裡不愛也不恨,那就沒有這種苦。 但是你本身,你的心裡面有煩惱種子,那就叫做苦。 那就叫做自幸苦惱,就是它本身就是苦。 那麼,這是一個解釋。 這個生於生於生無瑕處怎麼講呢? 生於編果,即大虛滅力之中。 世衷賢良,正知善事不往右舍。 就是佛教,世衷是佛教徒。 佛教徒有兩種。 一種是賢善,一種是政治。 賢善,是沒得聖道的時候。 修消聖道,就名字為賢善。 政治,就是因為修消聖道,它現在到達第一地了。 那就是出國以上,就是這些聖人。 佛教徒只有兩類,一個是賢,一個是聖。 這兩種人都可以名字為善事。 不往游說,就不到那個邊地, 和達徐滅力之中,不到那個地方去。 不到那個地方,這表示什麼意思呢? 就是佛教徒有很多的功德。 其中最重要的功德,就是般若的智慧。 這個有智慧的人不到那個地方去。 那些人呢,也就沒有辦法能學習佛法。 他本身有問題。 而這些賢良政治,這些善事又不去到哪去。 所以他們那個地方沒有時間學習佛法。 所以叫做無瑕處。 那這樣人當然是,和有智慧的人不同類。 所以他們就是無智慧。 無智慧就是苦。 所以自信苦,生無瑕處。 三,一切出生無常性。 這又是一種苦。 看這個PG的解釋。 一切出生無常性者,為無曲流轉便一故。 這個一切出,就包括無曲,都包括在內了。 三和道,淫天,就是一切出。 一切出生為無曲流轉。 在無曲,你生在無曲裡面,在這裡都是不固定的。 有的時候在淫間,有的時候跑到天上去。 有的時候到三和道去,都是變異的。 這個變異的也就是苦。 好。 這一共說出了這三種苦。 第一顆是標,第二顆是烈,現在是第三顆解釋。 鼻關疾身,由此三種眨眼相應過患。 心生厭患。 好。 好。 好。